我很想知道 像你这么酷的交易员 用什么滑鼠 你怎么了 你赔钱了 我想试试你的滑鼠啊 我这只滑鼠 你不懂 一按就下多当 你怎么不早说 你还在赔钱你等等 又怎么了 我在试滑鼠 又赔钱了 跟你说吗 这只滑鼠 全名叫多空法下室 点一下多当 点两下空当 你不问我一下 那你又不早说 哇 你快没钱啦 快停损吧 大家好 8月20号 明天就要 8月合约的结算 还是那句话 只要是 长黑K 恐慌之后 它很容易留长的下引线 只有人都是用30分K来做 做大波动的方向 这里有翻空一次 翻空之后又被拉上去 这个都是夜盘在涨 这个市场参与者一直在改变 夜盘的波动 是日盘波动的两倍 目前是这样 夜盘有台积电的个股期 在交易嘛 主要是我们就跟着NVIDIA走 NASDA走 所以夜盘 只要NASDA大涨 夜盘就会大涨 大涨之后 像今天开高盘 没有流仓就没有 平均政府已经低于500点了 今天自由人士不做单 我只知道说市场正在教我什么 如果我赔钱的话 我的方法需要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未来台积电一定会上1000块 有钱的散户大胜 开杠杆的散户 GG 所以自由人说不要开杠杆 你宁愿去买那个0050 0056也不会这么惨 自由人士不会买啦 看得懂一定做啊 如果今天没有出现170点 它意味着就是把平均值再往下拉 所有的平均值政府都会往下拉 未来的波动会越来越小 我们会回到常态性的波动 你要做的是中年大叔操盘法 一分钟200点300点的波动 不会再来了 什么时候再来 三年后才会再来 未来也是可以做 只是波动变小了 送各位一句话 波动平静如水 你交易的心呢 也要是心如止水 我们晚上直播见 拜拜